好 年代旅行社到底应该赔多少呢 初估是2000万 但户头一千五里都没有 一块钱都没有 我们来看新闻特别谈到 林大军也就是年代旅行社的负责人 他的户头是多少 是零耶 我们一般人的户头至少也会有几块钱吧 他前一进来就移走 平保协会理事长怒斥 这是蓄意爪欺 而事实上这家旅行社呢 在2011年就在骗了 林大军遭报 他事实上已经击欠百万 不止百万了 其实每个地方都有欠钱 本名也曝光 换句话就是说 他本来不叫林大军 他是改过名的 所以我就搞不懂了 一个人改过名之后 之前做的坏事 就通通一笔勾销了吗 就全世界没人知道了吗 我们的平保协会也好 我们的观光署也好 难道不知道 这是一家诈骗公司吗 其实应该这样讲 林大军他这个记录 真的到很多事情到爆料之后 大家会真的是惊掉下巴 因为他早在2011年的时候 就已经用其他间的旅行社 然后也是有恶性倒闭的情况 甚至也欠了同行 而且还是知名上市贵公司 欠了一百多万 然后还有被其他公司 告的这些记录 后来这公司倒了 收了之后 也背上了这些相关的官司 那结果呢 就是他前科雷雷 国内欠钱国外欠钱 连伊林都欠人家多少钱 我觉得真的很匪夷 他欠人家三万块 人家还要去申请支付 命令他才付 也就是说这家公司 连三万块都不给的这家公司 难道我们政府不知道吗 还让他继续做旅行 是要让他继续揪 因为他改了一个名字就可以吗 后来就是因为他之前的状况 的手法其实真的都一致 包括这个有个案例 就是说跟他旅客 花钱给他 在之前的公司 倒掉的公司 花钱给他 然后跟他要说 我的机票 我的旅馆在哪里 都不给你家 后来跟他要东要西 要不到就发现 他什么都没帮他订 那最后是 那你要 那不然你把钱还给我 39万多 人家要去的这些 包括婚礼的这些什么 巴厘岛婚礼 摄影费这些的 结果总共39万多 收了钱之后拿了钱 然后就不帮他做事情 然后跟他说 好我会给你 我会给你 他最喜欢利用的方式 就跟这一次 他跟就是消费者 还有品宝协会讲的 跟越南路口讲的拖字节 跟越族航空讲的拖字节一样 我会付 我会付 结果时间到了没付 我会付 我会付 结果时间到了 都骗 从头到尾就告诉我会有 而且他会用他 睁个大大的眼睛告诉你 好我会付 你不用担心 我的意思就是 他就是会用他很诚恳 他都告诉你 我一定会付 没有问题 不用担心 结果满嘴跑火车 什么都没有 最后人家也是去提告 提告最后 法院拆下来 人家赔39万 可是 不是关键是 我们也不知道 谁是善类 谁是善查 谁是坏人 那政府要帮我们把关 这种就变成说 你狠 这种坏人 是蓄意恶意的炸击的人 专门在 因为很简单 可是他前科累累不是吗 他只是改了一个名字 人家说会说 为什么他以前的名字 跟现在林大军不同 那为什么他还可以 让他这个行业 还可以让他加入 平保协会什么的 是啊 很简单 他是买旧牌 买旧牌 比如说这间A旅行社 他的原本的负责人叫丁学伟 丁学伟他不做了 他等于是借壳嘛 对 他就是把公司卖掉 可是就卖给了我 然后呢 我就买了这个之后呢 我就先把丁学伟的名字呢 换成了业元支 换成业元支 然后呢 然后业元支以前又不叫业元支 以前叫业支援 然后我们也不会知道说 原来业元支以前叫业支援 因为根据我们的个资法 我们不能去查 我们不能查 但相关的主委经委也不能查吗 基本上这个你加入会员的 会员身份是会员内部 就是整个协会审核 平保协会不能查 那观光署不能查吗 观光署 或者经纪部不能查吗 因为你要申请公司嘛 不是不是 你已经陷入了一般人 对于这种法律的迷思 你知道吗 我们通常 我刚才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说 这个林大巨一直在走法律都动 你知道吗 他这个手法 我们刚才讲说 他户头里面临元 从这个先讲起的话 这个就是蓄意诈欺的冠办 你知道 我一礼拜之后 我马上把钱转走 这明显就是蓄意诈欺 而且他很明显 人头很多 好那你说 刚才讲到说 为什么你不能去查 这个人过去过往的东西 我们不能查我们有各资法的问题 但是经纪部不能查 可是经纪部也不能主动去调查 他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要有人告他 他有司法案件在身 我才可以主动检调单位 或者政府主管机关 才可以去查这个人 而且查了之后 所以就是说 他这么多年来 改名字这么多年来 到处欺钱都没人去告他就对了 告他问题是这个 可能就是刚才他讲的 因为有啊 他已经被伊林告过了 对啊 齐悦讲的嘛 这个39万这个嘛 被告过之后 对啊 那我们就可以查了 这个叫做钱轲 是 这个钱轲不影响 而且他以前 他是用前面那个名字 对 他以前叫做林世龙 所以那是林世龙时代 所以我跟你讲 像台湾现在有很多的地方议长 有没有 以前干过很多狗逼倒召事情 他们就改了名字 对 改了名字之后 你根本不知道他以前 他以前还什么 我们现在有议长 所以以前的坏事都一笔勾销了 以前叫做组织犯罪条例 什么东西 乱七八糟 不是 你在查的时候 你查不到他以前的钱轲嘛 除非说你今天又犯了案 犯了法 又被人家告 又被检调单位调查 抓到之后 我才一并把你这个人 从头到尾 以前最早的名字全部都 像我们现在的户口名簿 跟那个户籍成本 以前你干过什么事 什么离婚 结婚 所以简单来说 改名字就是犯罪遮羞部了 对 那个是一个很多案例都是这样子 对啊 那我们家就有家人 他的同学搞投资诈骗 就一路骗 他一个人可以改两次名字 他改一次 他先诈骗一批同学 然后改一次名字 这个人就找不到了 然后后来又左左右又又又又 听到有一个圈子里面 又找到这个人 他又改一次名字 然后这样子到现在为止 找不到这个人在哪里 因为他改了名字 之后你就无从查起 对 都查不到 然后你除非有人去提告 或是有真的有案件 涉案 司法案件 有涉案 然后政府机关才能够去 掉这个人的口卡出来 然后不像以前那么容易 我们以前要查一个人 全部都拉出来 现在没有 现在各司法保护犯罪 保护得太好 而且你知道他为什么 确然死角 对 而且他为什么可以一直骗 你知道吗 包括他以前 你看他最早以前 他以前叫什么 云辉国际旅行社 后来还有什么旅游制旅行社 后来又什么创年代旅游品牌 还有美加国际旅行社 你知道刚才齊悦讲说 他可能去买一个 就是说人家不要了 要出售的 对不对 他买的时候 绝对不会用他的名字 去买嘛 我可以找 我们组会来 这部旅行社 我们组会去买一个 我们组会 做给人买嘛 买了他就是合伙 大家合伙 找一个人当负责的 久了之后 当这个崩头过了之后 再换他这样 这就是我们的治安漏洞 跟治安死角 怎么把它堵起来呢 希望有关单位 好好的重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